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全国投资大家好 孙子总统顾为名誉 欢迎先收看今天首相呼吁 那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台股大盘表现 昨天台股大盘的 就说随着在昨天 所谓美股四大指数 除了这个道雄公益指数 小涨个37点以外 那其他三大指数 都是形成一较同步的压回 那尤其是落在这个相关的一些科技类估 当然也造就今天这个台股大盘 形成一度的一个开低走低 那这个开低走低 我想就是说呼应我们在从前天 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 特别跟各位强调的一个 操作面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以在前天的一个台股大盘 我们看一下 前天这个台股大盘 它形成一较回测到 我们提供给各位的这个 1万1000点的相对的一个防守区 防守直升区 那变成说 他碰到这个1万1000点的后续 也展开这个反弹 那弹上去 其实我们在前天这个节目当中 特别都还跟各位做强调 就是说这个盘 它还会形成一个 二度的一个测试 二度的一个测试 那当然这个二度测试的一个 就是说原先我们跟各位定的一个防守区 就是这个1月18号的这个跳红缺口 这个跳红缺口 去做到它利手的一个态势 然后再搭配 除了这个跳口的一个支撑 那另外再加上这个 上弯的这条 月线的一个支撑 上弯的月线的一个支撑 那毕竟我想 这条上弯的月线支撑是越来越高 因为趋势都还是一直往上 那往上尤其说 现阶段扣底 都是在扣低点 相对于来讲 就是说这个趋势线 月线的一个趋势线 都还是继续往上往上 那变成说这个这个阶段点 它来做到一趟二度的这个回测 那这个回测大概这个低点 会越电越高 从这个11000点 大概现在现阶段到今天这个收盘 都已经来到这个11000点 那到下个礼拜我想 还会慢慢慢慢往上 实际上来做一个 持续趋势线的一个往上 那所以我想就是说 随着在今天这个盘 形成一个叫二度的一个测试 这个当下 这个盘就是说我们在 不管是说 以往从上上个礼拜 指数创高到112270 11270点 在当时我们就有基于总共五个因素 告诉各位这个盘 会形成一个技术性的一个修正 那这技术性修正 我想到前天 来到这个最低点 来到1107点 那个当下 他已经回测 回测 低度的一个回测 测试已经测试完成了 那昨天谈上去 今天又做个压回 往上都是形成一个叫二度的测试 那毕竟我想这个盘 就是说他拉回 其实我们不断在每天的 这个节目当中都跟各位做强调 就是说以现阶段6条均线 包括像短天期5日10日 在这一波这个修正有做到 他们破了一个态势 那问题是说从这个月线以降 月线以下这些中期长期的这个均线 包括像月线季线半年线年线 到现阶段依然都是维持多头排列 都还是趋势 趋势都还是继续往上 那继续往上就是说 短线上的这个拉回 毕竟中线长线都还是维持多头 那往这就是站在一个叫 长线保护短线的这个前提是下 短线上的一个压回 反而都是提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你去做到一趟 叫做拉回找买点的一个机会点 拉回找买点的一个机会点 当然我想这个资认区会越电越高 就算到下个礼拜他来做 最后一次一个测试 我想这个这个趋势大概会在 11,050点以上 就说你拉回的这个弧度会越来越小 那等到这个全面性测试完成的一个后续 我想这个盘依然到下个礼拜要想想精彩 下个礼拜当然的话 今天要做个量说 回测量一直说 这个都是好事 都是好事 我想这个也是提供到下个礼拜 这个距离风关 已经越来越靠近了这个时间点 我想这个就是提供各位 你无论如何趁压回来做到 拉回找买点 尤其说到下个礼拜这个盘 就会形成一个叫强势的一个往上的攻坚 强势往上攻坚 那当然的话 一开始还是先看这个前波这个高点 11270 那我们也预告各位 这个前波这个高点 都能够在这一个波段的一个上攻的 这个过程当中 持续性再来做到 持续的一个创高的态势 那现在这个大盘的部分 我想我们还是让我直接跟各位做个分享 那尤其就以我们在近期带给各位的 像这个4943的康控部分 昨天是有涨停 今天创高之后做压回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 底部个股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态势 因为毕竟底部个股只要形成一个叫急拉 急拉的话都会引动一个叫做解套卖压 因为毕竟这些属于比较跌身的个股 毕竟底部已经打出来 底部已经打好 等于说就有一个我们就说针对这种底部个股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你的一个买进的一个策略 当然的话你买在这种起上点 你已经赢在一个起跑点 那相对就是说你的一个加码点 我们还是要不断跟各位做强调 买黑不买红 红的话你要去做到这样找卖点 那开高走低压回我想压回一样 提供各位来做到一趟叫做拉回找买点 买黑不买红 压回你是做到一趟找这个买点的一个动作就OK 那相对就是说 我老师我们在昨天这个节目当中有特别针对 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就是说我们在股市的一个操作 观众朋友们的操作 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就是说你无论如何 我们就散户 我们真的不应该任人宰割 那问题相对来讲 你不想被人在任人宰割 那相对你除了要用对方法 用对方法以外 那当然话 我老师我们就说 我们这个针对我们这个快打部队 这个智慧型选股的这个操盘 操盘系统已经正式 就是在昨天已经测试完成 全面性 就是说我们要提供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不管是说就有一个 不管是指数不管是个股 那这个指数或个股 它的一个多空 不管是短线的一个多空 或者说波段的一个多空 就是说你透过这么一套 很简单的一个操盘系统 你就可以来轻轻松松一键搞定 就是说针对现阶段到底哪些族行个股 它是走板多 那哪些个股已经走波段的多头 其实开始转空这些个股 短线上转空还会刺激 那长趋势转空这标的 你无论如何要先去做到 一趟币的一个态势 那各位你要如何去掌握住这些个股的 这些多空的一个趋势 我想我们透过这一套的这个 我们这个快把部队 这个智慧型选股的一个操盘系统 能够轻轻松松 就提供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做到一趟的一个 你的一个买进 你是买不管是短线的一个多头 或者说波段的多头股 我想你就轻轻松松 透过这么一个软体的一个运用 都能够去协助各位 很精准很精准的 判定这个个股的一个多空的趋势 再来决定各位你的一个动作 那大家我想 我老师我们在昨天 昨天就是说针对 我们在昨天针对 我们整个一个操作的系统 我想就有一个 就是说我们就是 所有的一个总共一个画面 一个画面 一目了然 就是说我们针对这15个项目的 这个我们这个软体的一个内容 我们就集中在一个画面当中 让各位 我想你就说你手机拿着手机拿着 这都是手机版 毕竟现在手机都人人不离圣 那相对就是说 透过我们这个智慧型 这个选股的这个操盘系统 你要download的话 你要去做到这样下载 很简单 你就直接到这个Google Play 这个Play商店里面 你就点进去之后 你去搜寻搜寻 为了是我们这个快打部队 甚至为了是我们的名字 就是魏明玉 你输入这个 这个他的一个产品的名称的后续 他就会直接把这一套的一个 应用这个软体的一个软体 你就可以提供各位 来做到一趟直接的一个下载 直接的下载 那我想就是说 我们在昨天有列取的一些个股 就是说昨天我们挑出来的一些短 多的一些个股 其实说短空的这些标的 我想全面性 像昨天不管是说 像康控 像这个邻居 这些短多个股 马上当天都是有做到一趟开低走高 强所涨停的一个态势 那我想延续到今天 我们也跟各位做到一趟直接分享 我想今天就是说 今天透过我们这一套软体 我们就是说我们总共挑出来的这个 这个我们点进去 这个营位就点进去 这个快打短多 快打短多 那你就说 就是说今天 今天到底哪一些个股 是属于叫短多 快打部队的短多标的 那你输进去之后 你点进去之后 今天出来总共就是三档标的 那这三档个股 包括包括就是说 我们一样用实际上的线图给各位看 包括这6452的像康友KY 这是一档那个 这个生计类的一档标的 我想以康友的部分今天一样 形成一个回测完成之后的一个 放量的一个起涨 那我到收盘 收盘大概涨了 涨了13块钱 也快接近超过4%左右的一个涨升的弧度 那另外包括像一档平盖个股2474这个可乘的部分 我想以这档标的一样今天 今天大涨大涨一个20块钱 PG涨20块钱 大概涨升的弧度超过6% 那相对就是说 我们透过就是说 你就说针对每一天到底哪一些个股 他是开始走多还是开始走空 那走多走空相对是属于叫短线的一个多头 还是属于叫波段的一个多头 我们全面性都有在我们这一套这个 这个智慧型这个操板系统当中 详详细细 直接来跟各位做到一趟直接的一个点名 你就是说每天挑出来这个股不多 那不多的话 你当然可以随着这些个股的一个实际上状况 你去做到一趟你的一个实战上的一个操作 实战上的操作 那另外一档第三档是这个1402的这个 像远东新 这是让绑制个股 一样今天是行很起涨 所以说我们就说针对 我们在今天透过我们这套智慧型选股 智慧型这个操板系统的一个 针对短多的一个部分的这些个股 我想这三档全面性 都能够去协助到各位 去做到一趟很简单的一个叫 现买现赚 现买现赚 那包括我想就是说 除了像这些短多的这些标的以外 那我想我们就一样提供给我们观众们 像实际上这些个股 包括像今天 像不管是康油不管是这个可乘 行情公报像这个远东新 我想今天全面性都是短多的一个 期涨 那各位你就不敢再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我们这15个这个item 15个这个项目当中 前面最上面算的第三点 第三点我们甚至就是说 针对各位你的这个实物上的一个操作面 那我们就有针对就是说 相关一些个股的一个锁定 那我想锁定完之后 并不一定说全部个股 你都可以来做到一趟 直接的一个闭着眼睛买 那当然我们就说 在这个盘中的一个过程演进当中 我们特别都还针对 你可以来做买进的这些标的 我们都直接在这个第三个栏位 右上角这个栏位你点进去 就能够有这些相关的 这些我们在盘中 这些进出讯息的一个提示 那包括像今天这个说一大早 针对这个这个这个像 康友6452的康友 我们是在9点26分 9点26分就做到带进的这个动作 我心气说包括 我以康友今天的实际上表现 回撤完成形成要起功 起功的一个态势 也形成要大涨 那另外包括像这个 像可乘的一个部分 一样这个时间更早 9点22分 我们就说就直接 来做到带进的这个动作 那相对我想以今天的可乘 今天到收盘 收盘大涨一个20块钱 起20% 大涨超过6%以上 那相对我想 针对这些短线走多的这些标的 也全面性 透过我们这个这个软体的运作 我想不仅仅 档数不多 就给各位做到像直接的一个提示 我想这个 在开盘不久 只要说它符合到我们要设定的这个条件 这个 它就自动 跑到我们各位 你的这个手机当中 这个快打 短度的这个讯息当中 那尤其就是说我们有针对 我想每一天的这个筹码的变化状况 我想这个 针对后续的一个操作 当然的话 都具有这个关键性的影响 那包括我想我们在昨天有分享给各位看过的这些 像这个 像昨天属于这些筹码转多的这些标的 那包括我们在昨天都有直接给各位做到这样分享 像这个9958的这个像四季缸的部分 从昨天 等于是说你相对你拿到这个讯息 大概是在昨天的一个早盘 开盘不久之前 你就可以拿到这些相关筹码转多 还是转空这种标的 那当然我想像这档标的 你在昨天收盘 就是说开盘之前 你就拿到这个相关讯息 告诉各位就说 这档标的它已经筹码已经正式转多 主力大户已经开始做到这样进驻 那变成说我想昨天是涨停 今天延续 今天又继续说涨停 那另外转空 我想这个我们在昨天都有跟各位做到分享 包括像这个六四六二的这个 这个像这个这个神盾的部分 筹码转空的后续 连续两天都做到这样压回 那毕竟我想以今天 实战上今天筹码转多的这些个股 我想我们一样直接跟各位做个分享 包括像这个247是这个可乘 你都看过了 今天是大户 今天大户是10户 包括像这个5371的 像中光电的部分 这些个股都不多 五六档六七档而已 我想这个实际上是提示给各位 你就针对这些 筹码转多的这些标定 你去好好留意 他的一个切入买给就OK 那属于这个叫筹码转空的这种标定 尤其今天有一档指标性 一档个股 是3673这个TPK TPK今天是打落跌停 那毕竟我想 这个他筹码开始转空 也不是说今天才出来这个讯号 变成说昨天开始筹码已经正式转空 这个转空的一个实际上结果 股价就形成一较快速的压回 这个就是说我们在每一天的一个 这个我们的这个资讯的分享的过程当中 我想在开盘不久 你就相对当天 到底哪一些标的筹码转多 到底哪一些个股筹码已经开始转空 你在开盘以前 你就可以来掌握住这些筹码 主力筹码的一个变换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我想针对这一段 我们就说提供给各位的这一套软体 相对应 你要去做到一趟install 就是说下载非常非常轻松 那当然你就说下载完成之后 相对应就是说这一些 不管是说指数 不管是个股的一个多空趋势的一个辨别 我想你都是透过这样子一键 都能够完成 轻轻松松就可以带给各位 实战上的一个操作面 都能够去快速去累计各位的获利 等于说相对 针对我们这一套这个快打部队的 智慧型操板系统 各位观众朋友们 如果说你有兴趣的投资朋友们 你要跟着我们这个快打部队 能够去掌握住 不管是短线的短线多头 现在还在怕多 短线多头的标的锁定 甚至包向波段个股的锁定 我想你也都可以直接来电 或者是说到我们这个LINE AT 来做个登记的一个咨询 那我们会针对这一套 智慧型操板系统 这个相关的一些讯息 就直接提供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相关的这个解答 相关的一个咨询 好了今天节目告段落 谢谢观看 我们下周再见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感谢观看